女孩从家具店逃来二手货 没想到从此之后怪事不断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毛骨悚然撞鬼惊中的一个故事 桌子和海 女主终于过上了相忙已久的独屈生活 这天她邀请闺蜜来参观自己的小窝 房间里的家具都是她精心在二手市场逃来的 尤其是这张桌子 女主更是对她一见钟情 晚上俩人正在睡觉 女主被一阵异响吵醒 睁眼一看 桌子的抽屉竟然打开了 女主爬起来将她关上 没太在意地从冰箱拿了一瓶水 随后继续躺回了床上 说起女主的工作 她在婚庆公司上班 每天都为别人的婚事操劳 但自己的爱情没个着落 这天晚上 女主又听到了一阵异响 睁开眼一看 桌子竟然在向自己靠近 但她怎么也动弹不了 第二天醒来又什么事都没发生 桌子也好好的摆在原地 女主就想自己难道是遇到鬼压床了 于是询问闺蜜 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事 闺蜜回答道 会鬼压床是因为欲求不满吧 做他们这行的一直都是在祝福别人 肯定是她心中也想得到幸福 所以才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吧 女主觉得闺蜜说的很有道理 以为自己真的只是做了噩梦 可是她回家的时候发现 桌子的抽屉又打开了 怎么回事 她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 明明将抽屉关好了的呀 也就是这一刻 女主才开始注意到异常 之后果然家中怪事频繁发生 首先呢 是一向健康的父亲 突然疾病住了院 并且医院也解释不了 父亲是得了什么病 紧接着 外出打工的弟弟 也意外出了车祸 将腿给撞伤了 最后就连女主自己 也突然高烧不退 不得不向公司请了病假 闺蜜也觉得十分的不正常 闺蜜还向她透露出 第一次来女主家过夜时 就发现了那张桌子的异样 听完闺蜜的话 女主晚上就更不敢去睡觉了 她一直等到了半夜 才昏昏沉沉睡去 却突然被一阵异想吵醒 只是恐怖的是 这次不是那张桌子 而是床边多出一双手来抓住了她 女主想说服自己 一定是做噩梦了 但第二天起来一看 她的身上全是抓痕 而桌上的抽屉再次被打开了 就算再迟钝的人 也意识到了桌子有问题 女主将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闺蜜建议她找个高人解决一下 但女主觉得有点小题大错了 正说着一块广告牌掉了下来 要不是闺蜜眼急手快将它拉开 她恐怕已经撬了辫子了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第二天 女主就去拜访了一位专门处理这种事的高人 高人告诉她要在半夜三点整 将桌子带去海边烧掉 还强调了必须是她一个人去 必须是今晚三点整点火 早一秒玩一秒都不行 女主回家后就赶紧为晚上的事做准备 早早地将桌子带去了高人说的那片海边 然后静待三点整地到来 眼看着就要到点了 女主将桌子浇上了汽油 三点整一到 她就赶紧点上了火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出现在女主身后 女主心想 果然不能在海滩烧东西 还以为是被人发现了 正准备转过头道歉的时候 却突然想起来 白天那高人跟她说的话 女主一下子惊醒过来 打算不再理会身后的女人 女人又使出掉钱包大法引诱女主 并且声音逐渐靠近了她 女主受不了了往前动了一下 却一下子发出了脚步声 这也让女主意识到 自己这样动一下 都能发出脚步声 而身后的女人靠近她时 却是如此安静 她更加坚定了 不能回头的想法 之后 无论是那女人使出什么手法 女主都毫不理会 最后 无数双手围住了女主 就在女主即将崩溃的时候 桌子被烧得轰然倒塌 周围的声音和鬼手 也一瞬间消失了 女主知道她终于安全了 她后怕的转过头来 身后只有一片安静的海滩 看完这个故事 如果半夜有人在身后叫你 你还敢回头答应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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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见